第十题,这是题组 明显有甲乙两支支齿 他拿来测量同一块像米沙的长度如图所示 请回答十到十一题 第十题就是问 明显以甲乙两支支齿测量同一物体 所得的测量结果以哪一支支齿的准确度较高 我们晓得,我们一个测量结果有包括了数字的部分跟单位的部分 而数字的部分有一组准确值加上一位估计值 而准确值会准确到最小单位 我们看到图上显示甲这把尺的最小单位是公里 乙这把尺最小单位是到公分 所以看起来虽然都是到了两公分 但是甲呢,是准确到公里 乙呢,是准确到公分 所以呢,应该是甲会比较准确 所以呢,第十题问我们说 哪一个支支的准确度较高 我们答案呢,要选的是A 甲较准确 因为它可以准确到公里